金刚控台T3小当家 布局页面的使用 本章节我们主要讲一下 我们控台的一个布局页面的功能 这个布局呢主要是将我们现场的灯具 以布局的方式平铺到这个界面上 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现场的灯具呢 灯位图呢直接屏幕到 平铺到这个屏幕上去显示 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它各部分的灯具 在现场的一个位置 首先呢我们在右边这一列 找到这个布局的功能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会有一个空白的屏幕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灯具 添加到这个界面上 如何去添加呢 就是在屏幕右上方这里有一个正常模式 我们点击一下 就会切换到这个编辑模式 在编辑模式下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灯具添加进来 同时去移动它的一个位置 让它和我们的现场更匹配 我们直接点击这里这个加号的一个位置 然后再点击屏幕上空白的一个部分 它就会弹出来一个窗口 然后我们的灯具灯组素材图形节目 包括说像素映射都可以添加到这个界面当中啊 我们可以先把灯具添加进来 在这里滑动选中灯具之后呢 点击确定 它就会直接出现在这个屏幕上的位置 我可以点一下自适应 自适应的话呢 它就会把我的这个屏幕尺寸缩放到最适合操作的一个比例 然后可以点击缩小或者放大 去调整它的一个界面的大小 如果你是接了这个鼠标的情况下呢 可以直接使用滚轮去调整它的大小 我们添加完了之后呢 如果我想要移动它在布局界面上的位置 可以在这个上方的这个位置啊 像这个虚线的这个框框呢 这个功能代表框选 可以直接拖动 这种橙色的状态呢 代表说当前的就是选中状态 选中状态下我可以点击它去移动 它会自动吸附到这个格子的一个位置啊 当你完成这个拖动了之后呢 可以点一下清空 清除它的一个选中状态 同样的如果你是添加错了 想要删除 点击这边这个减号 然后在框选中 你不要的这个灯具 它就会把这个灯具从这个布局页面删掉啊 但是你删的话呢 它只是说把灯从这个界面上删掉了 你的配接什么的都还是在的 可以再添加把它加回来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去添加其他的灯具啊 先把它中间留出来一点空余的地方 像我现在加出来的呢 就是我在这个灯具页上 正面的这个两排灯具 然后我中间这里不是还有怕灯吗 所以说我给它预留了一部分的这个空位啊 然后我们还是回到编辑模式下 在这里呢 点击加号 像我在这里配接的这个灯呢 它是一个横向的 但是我实际的灯是纵向的 我就可以利用这个矩阵 或者说转轮下面这个旋转的去给它调整一下 比如说选中这个灯具以后 我想把它从横向变成纵向的话呢 可以先给它拉到一个稍微空白一点的部分啊 避免它的灯到时候旋转了之后 我会有一个重叠的情况 我可以通过下方的这个移动 然后第三个区域的这个转轮呢 去控制它旋转 也可以直接在这里切换到矩阵 然后矩阵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可以指定它的航和列 让它这个灯呢 快速的到达几航几列 我想让它从横向的变成纵向的 那么我的这个列呢就是一 因为有八台灯 这个横数就是八 确定了之后呢 直接点击应用 它就会快速的把这个灯从横向变成纵向的 然后我就可以选中它把它拖到这个合适的一个位置啊 再稍微调整一下 矩阵的话呢 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只要设定好了之后 我下次直接添加进来 框选中这个灯啊 清空 再框选 切换到矩阵 它是可以直接快速应用的 不需要每一次都旋转 它那个转轮了 就直接添加进来 然后选中这个灯锯 确定 框选 切换到矩阵 应用 如果你是直接添加了很多行的这个灯锯的话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Y到X就是把纵向的变成横向的啊 把下面的变成上面的右边的变到左边 通过这三个呢快捷的去把你批亮了灯的顺序给进行一个调整啊 但是如果你这个功能用的不熟练 或者说你的这个啊图形的逻辑的可能没那么清楚就可以像我这样 我们一排排的去添加也是一样的 这种的话呢也属于我们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你前期的这个准备工作做得越好 你后期去操作你的灯锯的时候呢 就会越舒服和流畅 然后再稍微调整一下它的一个位置 然后再缩放一点 也可以直接在这里添加进来这个灯组啊 可以添加然后选择灯组 光束灯的灯组我就放在光束灯旁边 好趴灯的这个灯组呢我就直接放在趴灯旁边 当你完成这个界面的编辑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再点击编辑模式离开这个界面 进入到正常模式下 编辑模式下呢是不能控制灯去的 只有在正常模式下才能去选灯 方选住它然后去操作它 这个就是我们布局的一个使用 查看更多教程敬请关注